你就是李阿姨介绍的建博吧 嗯 你之前想过亲吗 我从二岁一直想到三十五岁 你看起来有点像五十五岁 我长得你俩跟不上潮流 其实外表什么的我不介意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得合得来 啊啊 我也是这么设为的 你也是第一次想请吧 对啊 嘿嘿 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感觉气氛一点尴尬 是有一点尴尬 嘿嘿嘿 也不然 我们两个亲嘴吧 快解一下 这尴尬的气氛 啊 嗨 嗨 嘿嘿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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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我们 嗯 我们还是当没见过吧 你第一次相信 今天比较浅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混蛋 上次没人啊 算了 打电话话 后面还能到家要送你 哎 哪位 你好 请问是徐建国女士吗 嗯 是我 您哪位啊 您的外卖到了 请您收一下 嗯 好 您现在在家里吗 我把外卖送到您家门口了 我在呢呀 那麻烦您给我开一下门好吗 好 您别总是好好好的 我说您的外卖到了 我到您家门口了 好的 我知道了 嗯 你想干嘛呀 不是 我不想干嘛 我就是来给您送外卖的 哦 送到哪呀 不是 你说我送到哪呀 我当然是给你家送了 你要是在家的话 你要是在家的话 你就赶紧给我开一下门 我还要给别人家去送呢 嗯 那你送去吧 我已经送来了呀 我现在就在你家门口呢 那你就进来呀 关键是我怎么进去呀 我又不会穿墙 请你帮我把门打开好吧 你自己开呀 你不是有钥匙吗 我哪有什么钥匙呀 我又不是你老公 哦 你不是我老公 那你是干嘛的呀 我给你送外卖的 我就在你家门口 哦 是老公啊 哎呦 你妈 哦 美女啊 我不是你老公 我是来送外卖的 麻烦你给我开一下门口啊 老公你是不是喝多了 你怎么胡说八道 哎 怎么叫我美女呢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我真疯了 遇上个奇葩 哎 哎 那个 老婆 我帮带钥匙了 你赶紧给我开一下门 在哪个门口呀 我就在家门口 你赶紧给我开一下门啊 现在就开呀 是啊 你自己进去呀 我没带钥匙啊 我怎么进去呀 那你回来干嘛呀 美女啊 我来给你送外卖的 我就在你家门口了 啊 不对 我是你老公 你快带我开门啊 好 那你等着吧 那你等着吧 反正我又不在家 终于说清楚了 哎 这送个外卖也太难了 必须得让老百给我扎薪 哼 你等着吧 反正我又不在家 哈哈哈哈哈哈 妈咋了 我开车呢 一会就回去了 就我一个人 还能有谁啊 你着什么急啊 虽然我今三十多岁了 但我不是还没有碰到合适的吗 哎呀 你看你一天天比我都急 行了 我知道了 回家再说吧 哎呦 这什么破地方 半天也没有车过来 哎 前面有辆车 还停下了 就你了 哎呀 快来这个 撞成了 哎呦 什么 我撞死我了 哈哈哈哈 还是个女私人 哈哈哈哈 你是干什么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开车不长眼睛啊 你没看见你把我撞了吗 我哪开车了 我坐在车里打电话呢 是你自己冲上来撞上去的 哎 你打电话 都都把我撞成这样啊 你骗谁呢 啊 刚刚狂吞一下 啊 我就捡钱一黑 一看 你把我给撞上了 哈哈哈哈 你说你是不是来碰瓢的 哎呦 哦 美女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不管怎么样 反正啊 是你把我给撞了 你啥也别说了 给我拿钱就完了 这么明目张胆的吗 对呀 我还得提前 和你商量商量呀 你这一撞 就想问我要钱啊 美女 你跟我撤了脖子呢 我不要钱 我过来干啥来了 不要钱 咱俩就去医院 各种小机器 给你试一遍 你看看哪个划算 美女 我也不问你多用 就这些 就解决了 你看 你开这么好的车 你还差点点钱吗 那是多少呀 五千 五千啊 五个W 五万 五万 美女 你借多少呀 你打劫的呀你 还打劫的呀 还打劫呀 美女啊 别理我 不知道你开的 是什么车 你这车啊 价钱高我了 你要是开的破三轮 一百块钱 咱们就解决了 你要是开个 拉莫基尼 这事得一百万几步 你要是开个崩尺啊 五十万也就解决了 这玩意儿 也要叫牌面是吧 关键是我没钱呀 你看我这五万块钱吧 你没钱 你装什么装啊 还开这么好的车 我这车是八手的 花了五千块钱买的 我没有钱你走吧 美女啊 没有钱不行啊 你都把我装成这样了 哎呀 我的波浪基尼啊 哎呀 我的胯部真棒 你别在这儿喊了 你赶紧走 我去哪儿呀 你都把我装成这样了 我这么一个三十多岁的帅小伙 还没有结婚啊 到时候 我不得打光棍啊 赶紧拿钱啊 刚才说啥 你说你把我装成这样了 谁还要我呀 我能娶到媳妇吗 你也是单身啊 单身咋啦 跟你有关系吗 赶紧拿钱啊 你多大呀 三十啊 三十岁单身啊 对啊 那你家是在这附近不 美女 你问这个干嘛呀 赶紧拿钱就行了啊 你看我啊 我三十三岁也是单身 我家呢也是在这附近 你赶紧给我拿钱就行了啊 什么单不单身的 有什么用啊 我可以给你五万块钱 太好了 你要给我钱啊 但是我还有个条件 啥条件 你赶紧给我拿钱啊 别让他小妹用脑 我就一个条件 要是他满足我呢 我就给你五万 行吧 拿钱 都满足你 你跟我回家去 跟你回家干啥呀 你跟我回家就行了 美女啊 我就是一个碰瓷的 我跟你回家干啥去啊 这样吧 你给我两万就行了 两万咱们就了了这事 你说这年代五万块钱 能娶个媳妇不 我不能啊 这样吧 你看啊 我给你五万 你跟我回家 喂喂喂喂喂